大家都要去叫謝國良 我可以預言明天 趙少康他們去 很簡單 第一個就拿 剛剛講的那個媒體的報導 說裡面有很多抄的 假的啦 就是那個連署書 錯五百出啦 被退圍了啦 你看媒體都寫了 被退圍了啦 一看就知道民進黨弄 全部都抄了啦 第二個 資深媒體的 吳子佳董事長 寫得這麼清楚嘛 都寫都劇名了 都劇名了 你看李佑昌躲爛躲爛躲爛 就這樣 明天的演講一定是這兩個內容 第三個 假的賠一個正文餐 但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謝國良 我也可以預言一下 明天一定所有版面都是許巧欣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明天謝國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也不知道在基隆 只是說 許巧欣又出來鬧了 然後他 許巧欣就是這個人的版面 會佔據一切 大家可能還在討論炸雞 或是他要去基隆吃什麼 可能基隆小吃可以推薦一下 他明天就會 他與基隆小吃 然後完全沒有人討論 這樣我是建議的 明天的雞人有開店的 最好的明天的鐵都帶來 對 不然他的鐵給你錄音 錄音 然後就明天店家門口 通通貼一張 加油喜事 休假一天 國民黨很熱 要帶隊去基隆宣講 然後可是 市長當事人謝國良 拜託不要來 對 他其實還蠻低調的 益川 之前大家都在討論說 不是啊 你基隆不是有很多的代言人嗎 為什麼他們好像都沒有在宣傳基隆 我們誤會了 人家有 原來的代言人是安心亞 身為安心亞護衛隊的隊長 當然也很關心這件事情 對 安心亞在15個小時以前 PO了她的臉書 在介紹基隆 就是這照片 你看這種照片 一下子就幹掉楊寶真了 這種照片當然才會有很多人看 可以可以 你看對不對 對不對 對面的 可以可以 這才是秤職的代言人 你本來支持寶寶 現在變新了 變新了 怎麼這樣 不是 這個一筆就知道了 但是問題來了 她這個文章寫得不好 寫得不好 因為看不出來在基隆 你看不出來在基隆 因為她去鄭兵宇敢拍了 鄭兵宇敢要彩虹屋 最至少多少要彩虹屋 就有一點點彩虹屋 可是因為那是林佑昌的政績 這樣子也很為難 所以搞不好有拍拿掉了 可是這一邊很慘 這一邊已經PO了15個小時 到目前只有33次的分享 只有84個留言 安心亞這個基隆代言人 真的有認真 出現了 出現了 有PO文 可是擴散度好像不是很好 而且下面的33個留言 84個留言沒有一個字 寫到基隆兩個字 每個人都說新亞好正 就這樣而已 剛剛那是你留的吧 我沒有留的 我沒有留的 所以這個其實找她出來救援 檢視有用 但是擴散程度不好 但是繼續加油 因為你看這照片 完全看不出這個在基隆 對 可能只有當地的 基隆當地人 在這個角度看過才有辦法 對 所以現在大家都要去叫謝國良 我可以預言明天 明天趙少康他們去 很簡單 第一個就拿 剛剛講的那個媒體的報導 說裡面有很多抄的 很多抄的什麼什麼就是假的 就是那個連署書 錯五百出 被退圍了 你看媒體都寫了 被退圍了 一看就知道民進黨弄 全部都抄了 第二個 資深媒體人 吳子佳董事長 寫得這麼清楚 都寫都劇名了 都劇名了 你看李又昌 躲爛躲爛 就這樣 明天的演講一定是這兩個內容 第三個 給我賣一個鄭文燦 但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謝國良 我也可以預言一下 明天一定所有版面都是許巧欣 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明天 謝國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也不知道在基隆 只是說 喔 許巧欣又出來鬧了 然後他 許巧欣就是這個人的版面 會佔據一切 大家可能還在討論炸雞 或是他要去基隆吃什麼 可能基隆小吃可以推薦一下 他明天就會 他與基隆小吃 然後完全沒有人討論謝國良 這樣我是敢言 明天知道基隆有開店的 最好的明天的鐵都放下去 對 不然他的鐵給你錄音 錄音 這個真的 因為我也可以預言 危險 明天 因為許巧欣到哪裡 他就是一個瘟神 他到那邊就會 這個不行 這是 三公級嗎 對 他會讓 影響在地 對他的支持度 就是他到哪裡 就是大家要反彈的效果 瘟神這個說法有點不OK 卡掉 許巧欣就是一個到哪裡 只會讓在地的仇恨值增加 就例如說他去士林北投 讓在地所有 他還去檢舉店家 搞到在地的店家 他說他沒有檢舉 對他有澄清 對這件事要幫他平衡一下 有可能有他的支持者去 想要替他出氣 但是店家就真的接到了檢舉 昨天我們的記者 就是馬玉文 他就是去找那個店家 結果店家他是不想受訪 那就是說不想把這事情 都攀在檯面上 但是他有跟馬玉文聊天嘛 然後就是聊到聲類俱下 他的確 我相信對於小商家 一定都會壓力蠻大的 是啦 因為他就是一個大立委 他很喜歡欺負小店家 就例如說他前幾天也 欺負Net 然後很怕他去基隆 其實他就是會變成說 在地的人民很怕他來 那許小新明天如果一去基隆 大家又說拜託不要來 因為會被人說影響我們在地的生意啊 或者說謝國良心裡也想說 你來了只會增加我的仇恨值而已 那就明天店家門口通通貼一張 加油喜事休假一天 這個等一下我們也要請維園來做一下回應 因為怕小新的可能不只小店家 還有蔡逸宇 蔡逸宇 明天 明天許小新會被爬過人牆 上台演講 明天這個要留意 一定很精彩 想請教一下阿水 因為現在感覺 很多重兵現在全部都要到基隆 你覺得謝國良自己心裡他願意嗎 其實俗話說得好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就怕足一般的隊友 今天去已經很明顯 就是他自己個人是希望這件事情 可以越來越冷掉 不要被這麼多的關注跟討論 甚至讓大家對他的仇恨值不要這麼高 可是你其實可以發現 就是過去這一些人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根本 不是為了要幫助他在拆良行動 可以過關 不是 他們其實更像是要累積自己個人的政治聲量 就是我去現場 我刷一下存在感 你看我又在幫你當面 對對對 然後他根本不在意說 自己的這些仇恨值 帶到現場之後 反而激起在地的這些民眾們 我本來覺得 這個拆良行動可能下一個階段在參與 結果看到這些人 哇又在現場那邊 就是那一些發言跟事實上 當地的人民感受不一樣的時候 這一些仇恨值就會不斷地累積 經理會發現從過去的這些媒體的報導會不友善 雖然你們這些是有瑕疵是有違建 其實都在降低這一些拆良行動的信任度 可是一旦這些其他以許曉青為首這些人到現場之後 我相信那個火就會再被點燃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委員 像謝國良不會很可憐嗎 對啊 他如果要冷戰 為什麼黨內的這些人要幫他熱戰呢 而且超熱 明天會更熱 謝國良他還是回到他自己市政的問題 幫他去做他政績 然後當然問題是就是說 今天謝國良他是國民黨籍的基隆市市長 那他現在面臨 可能會面臨這個罷免的這樣的投票的活動的時候 你說我們黨籍的政治人物 幫他黨中央都不上去去基隆 都不去那邊幫他去站台去幫他去辯護的話 是不可能的事情嗎 假設今天舉例來說 今天學長新他不問不問都不去的話 大家會說會不會操作 應該學長新都不理謝國良反而切割 那當然學長新他包含這個 照到他們過去之後 從藍綠對立的角度來說 會不會激起重恨之 當然會 就是說綠營的選民 我相信應該是不太喜歡他們 因為他們是一個 立場比較鮮明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但是這樣子其實的確是 他們過去是鞏固所謂謝國良 在基隆市藍營支持者 就鄭蘭居的一個凝聚力 但是我覺得這種 回到這種所謂單一選區 就是說一對一對決 就是支持跟反對 支持罷免跟反對罷免 這樣的選項的時候 核心問題還是來自於 所謂的中間選民 他的票結果該怎麼移動 所以後來包含這媒體人 其實也有去做一個計算 這個罷免的 這個罷免率 成功率跟這個失敗率 然後要動員率多少的事情 他其實有做出一個計算 就是說今天因為謝國良 他們過去他在基隆市 他得票數還不錯 所以今天如果他真的被罷免的話 假設以100個人來說的話 只要有當時有90個人去 80個人然後投謝國良的人 願意出來去投反罷免的票 那基本上他的罷免案 就不會過關 相對的支持罷免謝國良的人 他就動員九成人出來 所以他動員的比率是比較高的 當然這是一個計算方式 還要牽著說 過去投票的過程當中 不是完全都是藍跟綠的分別 還有中間選民的位置 所以回到核心來說 謝國良目前的策略也很簡單 他就是打一個正機牌 跟他向中間選民去靠攏 告訴大家說 的確以安心亞剛才那篇的臉書來說 正兵漁港的彩虹巫是臨幼長的政經 這是事實 但同樣的他請安心亞過去之後 同樣的在他任內 請安心亞去做一個 這個城市的推廣大使 去宣傳西隆市 這樣子一個美麗的風景 這當然就是一個呈現起後 也是讓他相對比較沒那麼強的 一個對立性跟仇恨感的一個作為 所以找了這個代言人安心亞去 然後做宣傳可是比較可惜 看不出來是正面 對啦 看不太出來說 那個是基隆的美景 佩妮我補充一下 因為他我剛剛看 他這邊有打卡的正面運動 所以背景看不出來對不對 現在很多網紅照片 還會看安心亞在那很漂亮的地方 他們就要根據他打卡的地方去找 所以還是有宣傳的效果 跟她說 鈔 第六 點 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